成荣集团总裁因为这一次日本的强灾 张荣发捐了三亿多台币要来协助日本救灾 另外他也首次公开他反核的想法 他强调台湾根本就不适合发展核能 次座核电厂应该通通废掉 不过针对张荣发的说法 台电说不能狗头 日本强证台湾企业家大方捐款 朝龙集团总裁张荣发一口气就要捐三亿多台币帮忙振灾 还语出惊人说台湾根本就不适合发展核能 四座核电厂应该通通废掉 先生说核能机主要全部停机 这个意见我不敢苟头 有限的面积能够发展多少的绿能 它本身先天上就受到实质的限制 台电不甘失落强力反击 因为一旦停止核电 电价恐怕又会再飙高 比比看核电一度只要0.66元 燃煤1.59元 燃气是3.18元 燃油成本最贵要4.89元 别说小老百姓受不了 企业财团恐怕也会要跳脚 核电都停掉是一个 我们发电能量能不能供应得上的问题 如果说有衔接不上的话 当然会影响整个这种产业 看来要发展无核家园 又要兼顾经济发展 其中的分寸拿捏还得再伤脑筋 我们下期再见